好,那現在這一段的話呢 我們來介紹複製的喔 同學呢,你把東西先刪光沒關係 然後再做一個網格的立方 然後稍微把它抬高之後呢 假設 我現在要往四面八方 跑出方塊 要怎麼做 那它的那個複製的指令叫SHIPD 那個D代表的是LUPRCAD LUPRCAD就是 複製的意思 那我們現在選這個之後 SHIP按住然後按D 這時候你會發現呢 有一個東西 對我會偷出來 可是 我想要把它移到右邊有辦法 有 同學呢,請用移動鍵 你說,我們不是在移動鍵了嗎 同學現在要制約方向 那水平方向是Y嘛 按一下 你有看到Y嗎? 你看它往邊那邊跑 所以現在G 然後再按Y 或者是 G有時候它是自動提供 沒有,你再按一下就好 好,接著我們要把這個方塊 往紅側方向跑 點側按SHIPD 然後 你這樣移是錯的啦 你一定要順著X方向 按下X 好,這樣就有了 再點這個 一樣,SHIPD 然後Y嘛 往這邊 點這個SHIPD X 往這邊 還要往上的喔 SHIPD 這是什麼?Z 好,那最後一個 SHIPD Z 3D 做完之後呢 一個3D的立體場景 又出現了嘛 好,那這個是一個簡單的練習喔 好,那現在請問試試看 完成這個畫面 SHIPD 然後 再點整你想要紙片的方向 給它講一下 然後它就會往這邊往跑 好,這個練習過就好了啦 把它刪掉 那你在刪的時候 應該是不要去刪到燈跟攝影機 同學這兩個不要刪 所以你稍微閃過一下 我就說 這樣圈起來都在按刪出鍵 不要去刪到燈泡 還有相機 這個之後有用 那當然你刪掉 還是可以建立啦 只是說跟我講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做的是一個桌椅組喔 我們再重點一個方塊 好,那桌板的話 我們先做一隻桌角 桌角 那桌角應該是比較細長的吧 所以你應該用比例去把它拉高 可是這樣還是太粗啊 那同學你可以透過 那這裡有一種小方格有沒有 藍色的 它會往水平方向下去縮 這樣是不是變細了 點準一點 這個很小的藍色方格 好,那接著這個腳在這裡不太對勁 腳不是要在四周圍嗎 所以我會切到上市圖 這個會切 從這個去看 然後用移動呢 大概把它抓到這個位置 我現在用的都是這種小方格 小方格代表兩個方向的合作 不是Y也不是X 好,那接下來我們從上市圖去複製的 比較方便 我會繼續shift D 然後 往X它才會準 那我可以一次做兩隻嗎 可以,同學呢 就兩隻給它圈起來 像這樣 shift D 然後往Y 按一下 這樣是不是四隻腳 那我們看一下 那現在這四隻腳有點高 同學呢,可以把它壓扁 壓扁是這個嘛 然後上升一下 上升就G,GZ就可以上升 這個只是一個手感的調整 好,那這樣好了對不對 下一個操作 那我們就做一個桌板 把它蓋上去 好,你可以繼續複製還是用新創的都可以 這個沒有規定 那我們再創一個方塊 對方 然後把它壓扁 那到底什麼 把它變寬應該會呢 去找這種藍色的這種 這種那是往水平的方向呢 會擴大 好,這樣夠大了吧 然後這樣移動 把它移上去 好,把它蓋住 這樣就可以了 好,請各位建立一個最簡單的桌子 試試看 畫面黃映 既然在上市圖操作會比較好操作 那這個並沒有規定要在哪個視角 你只要做得出來都是對的 好,同學呢 那我再複製出來 做一個小號的椅子 那同學呢 你不知道科學鍵的話 這個叫G 這個叫R 這個叫做S 我們看一下這裡 G R S 我們按一下S 就可以用比例了 然後 同學呢 直接 會有一個操控桿 可以直接縮放 好 那我這個準備的差不多了 接了Shift D 然後 再按一下呢 往上的Z 接著我們來轉它 同學我現在慢慢要快捷鍵 快捷鍵是什麼 剛才說過GS 你看是R 然後它就會亂轉對不對 你要告訴我 從哪個方向轉 從紅色軸 通常想像一下 X,紅色先來按X 它就會這樣轉 有沒有 那Y呢 Y會這樣轉 Z呢 會這樣轉 所以應該是X才對 那把它轉到有點像鞋背 椅背的鞋背 好 接著往後椅就差不多了 好 那我椅子做好 通常你大小 不正確沒關係 因為在練手感而已 你只要做得出來 大概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對面還有一張怎麼辦 同學呢 一樣啊 D Y 到對面 按下R 然後這樣方向是錯的嘛 你要水平轉 按Z 轉過來 大概就可以了 因為 3D的設計不一定要很工整 就是說有點斜有點歪都沒關係 好 請大家試試看 做出這個桌椅子畫面 還給你 這個會讓它比較久的操作時間 因為這一段可能比較難一點 或是這樣